二十五岁时你关系最铁的三个朋友是谁 没有关系最铁的朋友 那现在四十三岁的你 我老婆算一个吧 没有了 你会觉得现在的你失忆吗 我觉得我一直都很失忆 不管是什么状态里面 我没有真的觉得得意过 可你曾经也是一生八个LV的人 刚走红的那几年 的确钱进来的比较多 我就有一些报复性的消费 这就是一个商业法则 我曾经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 生日被要求做这个粉丝见面会 唱歌跳舞给他们看 然后把我弄得非常之沮丧 我生日为什么我要出来工作 可是我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今天是我生日 出来跟你们聊聊没有关系 当你很想把最真实的一面 翻给人家去看的时候 人家未必会他想要 或是感知这个东西 其实我就是一个邋遢的大叔 我很自在也很真诚 可是观众并不想看这样的人 对吧 所以我只能早起化妆 头发弄得高高的 你对现状满意吗 上一张专辑的成绩你满意吗 不满意啊 对啊 等于淹没在人海中 做演员可以实现你的价值感吗 其实当时也没有真的很会演戏 就是照着导演的要求 照着摄影师的要求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得到了很大的认可 所以遇到后来拍戏找我的都是同样的角色 大家意识到你从30岁之后 慢慢工作了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会有人回过来问你说 孝天你怎么了 需要帮忙吗 没有 没有 那你有去求助谁吗 我也没有 那25岁时你关系最铁的三个朋友是谁 没有 没有关系最铁的朋友 那现在43岁的你能讲出三个关系最铁的朋友吗 我老婆算一个吧 没了 我从小到大没有认真在一个地方待过 就我今年43岁 我搬家的次数在40次左右 所以就变成说我跟任何人交朋友都很淡 那在遇到你老婆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 你是没有很强烈的情感联系的 没有 甚至我可以跟你说 我跟我老婆刚在一起的前几年 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联系 我觉得只是谈个恋爱 它是可以结束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们可能吵得比较凶 然后我就觉得算不要 结婚前的事情 可是它的回馈是 可是我对你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一辈子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也不能这个样子 我也必须要去改变 我的蛋糕 下面的观众们 你觉得是西门成就了朱孝天 还是朱孝天成就了西门 我觉得是观众成就了西门 不是我并没有成就任何事情 所谓的F4的成功 它只是一个运气 它并不关乎我的实力 拿掉这些幸运之后 我是什么 我需要重新再找 找到了多少 一点点吧 至少我觉得四十而不惑是 我很高兴知道我是谁 我现在比较确定我是谁 跟我想干什么